不过是内地的零售股 就问青岛啤酒168 他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短炒变了长渣 那他就75.6米 他说是否混合好呢? 他说沽青就输很多的 他又不是很想这样做 那你给什么建议他呢? 短炒变长渣这些股份 我觉得是适合的 因为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近期股票表现得差 原因是什么短期因素 是不是一些未来可以是 慢慢缓和的因素呢? 我觉得是的,因为啤酒股近期跌 就不是说他们本身的品牌 出现什么问题 不是说内地的人突然间不喜欢喝啤酒 那反而就是说疫情的 关系令到很多酒吧 很多餐厅都做不到生意 那对于青啤 那些高端啤酒的销情 是一定有影响的 因为始终你买得贵价的啤酒 就很少说全部靠电商 或者在超市买回家里喝 其次就是 俄乌事件 令到大麦小麦价升得很厉害 令到釀酒的成本都可能会高企 但是刚刚说的 无论是疫情因素 或者俄乌事件的因素 那我自己觉得 或者我希望呢 就不会说维持一段很长时间 但是当然没有人知道 那这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大家都猜猜一下 但是正常情况 如果你说这些事件没有再恶化下去 那我觉得你说对于青啤 暂时的估值都落到 只有20倍左右的PE 那应该就消化得七七八八的 如果你说刚刚说的这两个因素 未来是有些转机 有些好转呢 那你说青啤 或者润啤 这些啤酒股呢 弹上去的那个空间的幅度呢 就应该会挺强的 那如果你说本身都真的拿了货 那又不想说输着走呢 那暂时你就可以是保持住先